這個是沒了比 肉鬆乾麵 肉鬆乾麵 我第一次聽過 乾麵 好香喔 先聞一下光輔 那個味道就覺得好 很香 這是不同的口感 我覺得特別香 歡迎收看實在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馬上來歡迎今天的兩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其實是紅孩兒的成員 事隔那麼多年 保養一張非常好 帥氣依舊的馬國賢 謝謝 謝謝詹布希哥的讚美 他講得非常實在 謝謝大家在這邊感謝 謝謝 第二位是個model來的 她的皮膚好 她的身高很高 但是最棒的是她 一直帶著微笑 看到她的時候都非常非常地開心 這影評 好棒喔 香菇姐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潘老師 今天其實我們的主食材 肉鬆 跟他們兩個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為什麼 這怎麼說 我們發通告不是隨便發的 對 是他們兩個長得像肉鬆 對 對不起 潘老師 其實本身我就是個肉鬆 是 看到了嗎 本身我就是個肉鬆 那我 也是 是 一樣 我哪有 沒有 平常你喜歡吃肉鬆嗎 我其實還滿喜歡吃肉鬆的 就是我出去 如果是去那種粥 賣粥的店 我一定會跟他說我要多加一包肉鬆 對 我覺得這樣配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好像肉鬆 大家都是跟稀飯吃 對 一定吧 像我都會跟乾飯吃 你配乾飯 對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像我如果吃飯團的話 我裡面一定要加肉鬆 或是蝦鬆之類的 對 吃起來那口感才會更好吃 包油條 還有我們小時候那個肉鬆麵包有沒有 美乃滋 對 美乃滋上面弄肉鬆 現在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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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老師喜歡吃肉鬆麵包嗎 我不敢吃 因為那一層美乃滋太油了 然後我女兒很好玩 我女兒是拿鐵罐子 肉鬆不是都是鐵罐子 她就那一罐 然後拿個湯匙 然後看卡通海綿寶寶 那就這樣一直吃 哇 越吃越多 不得了 到底肉鬆會胖還是不會胖 你都吃成這樣也沒胖到哪去 對 我們現在進入第一個 跟身體健康有關的問題 看大家道理了不了解肉鬆 好 來 第一階段的健康水餐烤 可蘭 麻煩妳 好 我是可蘭 健康水餐烤第一題就是 豬肉炒乾變成肉鬆後 營養成分比新鮮豬肉還要高 最後錯 請搶答 寧婷 應該是錯的吧 應該是新鮮豬肉 比較營養成分比較高吧 所以你覺得是錯的嗎 對 恭喜你答錯了 好的 那我們的第二題呢就是 肉鬆經過不斷的翻炒 去除多餘的油脂 熱量比新鮮豬肉低很多 對或錯 請搶答 沒錯 這一題它是對的 恭喜你 答錯了 不打眼 不打眼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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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熱量遠高於瘦肉喔 蛤 這題很難耶 對 連我剛剛我都覺得我不會回答 所以我想說你會答 讓你答 對 OK OK 其實我每題都會 對 但只是不知道對或錯 對 那現在呢我們來進行第三題囉 第三題題目就是 腎臟不好的人不適合吃肉鬆 對或錯 請搶答 欸 這個遊戲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玩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在看啊 我在看題目啊 對啊 他已經說請搶答了 對 最後錯 最難不好的人不適合吃肉鬆 錯 恭喜你 答 錯 回聲 回聲 怎麼會都錯 請潘博士來告訴你 我的觀念是很不勝趣 它現在是這樣 這個當然第一題喔 這個有關這個 肉鬆營養成分高 還是豬肉營養成分高 這是滿有趣的一道題 對啊 不過豬肉裡面 主要我們吸收它的這個養分 主要在什麼你知道嗎 主要在蛋白質 肉類我不是主要吸收蛋白質嗎 蛋白質並不會因為 把它烤乾 或者烘乾以後呢 蛋白質的這個成分就不見了 就流失掉 就不會 不會 並不會 那但是確實它炒乾之後呢 它的B群會喪失掉 就是豬肉裡面有一些些的B群 有一些 但是不多 不多 所以如果你真正在吃這個肉的時候 如果以蛋白質的營養成分來看的話呢 它因為烤乾之後水分增乾了以後 它的那個濃度反而上升 蛋白質的濃度反而上升 就是說你同樣重量來比的話 你豬肉乾的這個蛋白質成分 可能高達百分之三十幾到百分之四十幾 但是你豬肉可能 蛋白質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因為它有很多的水分在裡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肉鬆炒乾之後 它的蛋白質的含量 是遠高於新鮮的豬肉的 這邊來個插播喔 剛剛其實實在通知啦 答對的題目比較多的人 可以今天可以得到我們這個 健康打官的五十七堂考 太好笑了 那不好意思 老師 還沒還沒 我們總共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總共有六題 現在是三題 待會兒還有三題 講這本書 我都一直以為是說 乾冰最多人是可以拿到你的 好好吃 對啦 這個是 我們沒有宣導 對 不好意思 她代理 大概乾冰少一點點 你太會講話了 叫我去了解 這樣也可以凹過來 那潘老師第二題咧 我們這肉鬆經過不斷的翻炒 去除多餘的油脂 熱量比新鮮的豬肉低很多 對啊 它事實上要看這個肉鬆怎麼做了 所以你可以在檯面上看到 有各式各樣的肉鬆 那但是它在處理過程當中 通常肉鬆在翻炒的時候 它會加一些東西 對 比如說有些人加一些醬油 有些人加一些這個所謂的糖 對不對 有些人甚至還加一些脂肪 讓它炒起來比較油亮一點 所以其實要看你加工的怎麼加 如果說你單獨的把這個豬肉拿去烤 然後都不加任何東西 那當然油就稍微就會被它煸出來 那當然可能熱量就會降一些 但是如果你在這中間 為了要讓它看起來不會那麼乾 因為你真的把它烤乾之後 就覺得不光亮了 對沒錯 不光亮看起來就不爽啊 沒有賣相 對 它就加一點油性 甚至有的人還會加一些 一些那個 比如說澱粉啊什麼的 豆粉 豆粉進去 對 所以那這時候它的熱量其實 相對來講又比原來的豬肉 又增加很多 而且剛剛講豬 新鮮豬肉本來水有水分 所以你如果一百公克裡面 可能有差不多四十八五十的水 那你現在那個水都不見了 那又加了那麼多油 那還得了你要吃一百公克 那個熱量高得不得了 水就變油了嘛 對高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被題目誤導了 因為它講說不停的翻炒 因為我們想像是說肉它不停翻炒 它就越來越說越來越說 它油就變弄乾了 所以想變肉乾了 所以你想說以為得這本書很容易很難了 對 那至於第三題 腎臟不好的人 不能吃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不能吃 最近腎臟不好的人 為何不能吃肉蔥 廣告回來 翻博士告訴你 等等詹姆士還要教你 六分鐘做溫泉蛋呢 蛋把它放進來 然後蓋起來 你剛剛 我教你它六分鐘 這麼快 翻炒溫泉蛋 再加了如何輕鬆 做出滑淡的溫泉蛋呢 廣告回來 詹姆士告訴你 你是不是常為了 讓自己變美而挖苦心思 你是不是常為了 要再瘦兩公斤而絞盡腦汁 到底要怎麼穿 怎麼買 怎麼吃 我們為你踢爆美麗的真相 打破美麗迷思 超級電視台全新綜藝 最懂你的 國民女王 抓很大 抓很大 鏡頭還沒練太不容易 啊 怎麼會這樣 啊 你為什麼人覺得煩 對 他們會追你在太陽 你女兒會追你去下火 沒有 好啦 我會記得煞車 終於直中午晚上9點 黃金計程車開始跳錶 第三題 腎臟不好的人 不能吃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不能吃 這剛剛誰答對的 剛剛是 剛剛你答錯 我答他對的 我答錯了 對 那這樣我幫你說明一下 你要答對了我就考你了 對 可是我也想要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把它濃縮以後 所以他單位體積裡面的 離子都非常的高 比如說包括他加了醬油的鈉離子很高 原來有些假離子在肉裡面這些東西 那這時候腎臟為了要排除這些離子 負擔會比較大 負擔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地方腎臟不好的 倒不能夠用一般的不好來想他 可能都是 比如說有在慢性腎衰竭 逐漸腎功能在下降了 比如說他肌肝酸指數已經高過1.7以上 而且逐漸在往洗腎的方向走的這種人 就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們一般身體健康檢查 如果發現肌肝酸高於1.7以上的時候 這表示腎臟已經開始衰竭 那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醫藥 都沒有辦法阻止這個衰竭的動作 我們只能夠讓他衰竭的速度減緩 緩慢 對 你也知道 厲害 因為我聽講我就知道了 那但是你如果衰竭到6以上的時候 就要洗腎 比如說6.7甚至到8就要洗腎 所以這個時候就說怎麼樣減緩他這個速度 就是平常不要再讓他有這麼大的負擔 對 所以啊 這個跟健康有關的問題 其實難度是有的 對 搶的人就錯 真的真的 從這邊我就發現到 對等一下我會盡量的 現在第二個 要盡量什麼 盡量不搶讓你搶 盡量不搶 現在這個比較簡單啦 是因為烤了一些跟料理方面有關的問題 所以我記得國賢是會做菜 對對對 你明慧做菜嗎 會做一點點 沒有到很難的那一種 你做跟吃來講 他吃的功力大概十成 做的功力大概一成 是不是這樣解釋對不對 那是啦 好歹也有個六成好不好 我們來進入我們第二階段的主廚水檔烤 好不好 來 可蘭麻煩你 肉鬆容易消化 適合當成老人 嬰幼兒的補充營養食品 對或錯請搶答 應該是錯的吧 恭喜你答錯了 錯了 對啦 肉鬆容易消化 你真的不愛吃肉鬆 好的 那我們的第二題呢 就是 肉鬆在製作時添加了豆粉 是為了增加營養 對或錯請搶答 咦 你給我不想搶 趕快按喔 剛剛有泄題喔 我們剛剛聊的時候有泄題喔 增加豆粉是為了增加營養嗎 呃 錯 恭喜你答 對啦 對啦 好了五題了才對一題 對嗎 你覺得有什麼好開心嗎 所以說你好不容易才答對 會很開心 對啊 好不容易蒙對了 那我們最後一題來囉 最後一題就是 肉鬆拆封後 應該要冰冰箱冷藏保存 對或錯請搶答 不會嗎 還沒嗎 趕快趕快 他一定錯的啦 對或錯 應該要放冰箱冷藏保存嗎 錯的吧 恭喜你答 對啦 對啦 對 對 因為我覺得你還蠻漂亮的 怎麼可能會答對 對 應該怎麼講 我們一般外面的房間 你印象中去買肉鬆的時候 他用什麼東西裝 他用鐵罐 對 那其實因為肉鬆 它受潮就不鬆了嘛 你放在冰箱裡面 它就會受潮 所以一般只要把它放 鐵罐放在裡面 然後放在這個陰陽的地方 對 那現在的肉鬆 其實鐵罐裡面可能會有一包 它是那個 防腐劑 它是防潮 防潮劑 對 你反而要鬆的 你把它進去裡面冰回來 出來之後就整個都受潮了 所以不需要放到冰箱裡面去 那至於添加豆粉 這個其實 口感吧 也不是口感 尤其是看起來量比較多 所以他只是要去補充那個重量 肉鬆怎麼買 肉鬆你在買零買的時候是秤重 對 那你的豆粉進去是比較重 那豆比較便宜還是肉比較便宜 當然豆便宜 對 所以你看最近那個經濟部商檢局 去抽驗這些肉鬆啊等等的 發現其中摻雜豆粉的比例太高 所以因此就要求他們說 不可以這樣餘木混豬 對 其實事實上如果以素肉鬆來講 那素肉鬆 因為你像豬肉鬆是直接從豬肉來 它當然是昏的嘛 但是你如果要做素肉鬆 你一定要拿到蛋白質 那蛋白質一定是從豆類來的 豆類來的 所以素肉鬆裡面反而就是 原料就是從大豆蛋白來 對 不然所以我們現在桌上的這個啊 這個素肉鬆就是從這個 這是用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 對也是蛋白質 還有一個寶寶肉鬆 這是怎麼回事啊 它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有一題 就是說這個年紀大的或者小孩子 它這個肉鬆它比較好吸收 但是因為剛剛一開始我們也講過 肉鬆有時候會添加很多醬油 脂肪等等的 那可能對老年人小孩子又是很大的負擔 所以寶寶肉鬆是專門設計就是 少油少鹽少糖 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比較對寶寶 對對對 也不是寶寶老人也是 老人也是變相 老人肉鬆不好聽 對啦 不是寶寶 寶寶肉鬆 對啊 人家有沒有聽過煩惱煩童的這個 哎 你們都聽懂了 一般老人煩就是肉比較深 然後我有 我還有一個問題耶 就是肉鬆是 用豬肉的哪一個部分去做的 還是它整 整隻豬肉可以做 應該不行吧 一般來說我們會用的是 油脂比較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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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腿這個地方 後腿的外面是不是有一層油 可是它裡面是瘦肉 對 你說就只有那個部分 推一口 推一口 它是有一塊的 全部都是肉 像牛肉的話它也是 我們說合上頭 它裡面其實油脂不多 外面有油脂 可是裡面那一塊是瘦肉 它其實都是用瘦肉比較多 原來都是用後腿肉 對 至於你這問得很好 至於說肉鬆的油 它其實很妙 其實有兩個講法 一個是在清朝的時候 有一個燕這個鹽的一個關 它的櫥子 有一次它宴客的時候 它的櫥子 好像叫林鼎鼎吧 對 它去宴客的時候 它櫥子幫它要烹調的時候 不小心煮太爛了 所以煮太爛之後 就把這個裡面的油 什麼東西就去掉了 去掉之後 它一直把它炒成像鬆一樣 然後拿出來給客人吃 就一次成煮 大家都喜歡 沒吃過 沒吃過 沒吃過吧 對 然後另外一個講法 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有一個所謂的 廚房的長廚的 它在烹調的時候 這一次它是炒會搭 它就把外面的部分也是都清掉的時候 裡面再加了要下去 再把它重新烹調 這是在太昌那個地方 大昌還是太昌 太昌 太昌 在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這兩個就是我們常常講 所以料理就很多 真的耶 你沒有錯誤 你這東西它做不出來 所以這樣子一直在這邊 創造錯誤 對 我沒有創造錯誤 沒有 我的錯誤都在家裡創造 這邊我不會創造 這要介紹給人家怎麼可對 了解 了解 今天我們到底用肉蔥做什麼菜給大家吃 今天這個 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其實是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 是麵食來的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吃麵食 我也喜歡吃 你不喜歡吃 這個是一個 應該是什麼 肉蔥乾麵 可是它蠻特別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肉蔥乾麵 我第一次聽過 馬上進行我們的天上菜 馬上來進行我們的這個肉蔥乾麵 好 這個是1000CC煮滾的水 那我們現在要先來做一個溫泉蛋 這個是煮滾的1000CC 你把火關掉 然後倒300CC進來 1000然後再倒300 對 一定要煮 然後蛋把它放進來 然後蓋起來 你剛剛滾水 就要離它6分鐘 所以你剛剛倒進去冷水 對 然後把它倒到裡面這個來 就把它關火 一關火6分鐘之後 它就變成溫泉蛋 是 這麼快 其實不難耶 不僅有滑嫩欲滴的溫泉蛋 詹姆斯的肉蔥乾麵 香氣口感更是沒得比 好香耶 好香耶 好香 很香 你肉蔥乾乾淨在裡面的時候 就是不同的口感 這個很香 我覺得這個很香 因為它好像有把那個味道 剩滿去了 而且就變成有肉塊的感覺 好 最讓你吃了回味無窮 香氣100分的肉蔥乾麵 您千萬不能錯過 這個是1000CC煮滾的水 我們現在要先來做一個溫泉蛋 這個是煮滾的1000CC 一把火關掉 然後倒300CC來 1000然後再倒300 樹都要算得這麼精準 對 一定要煮 然後蛋把它放進來 然後蓋起來 你剛剛滾水 不要禮它6分鐘 所以你剛剛倒進去是冷水 對 然後把它倒到裡面這個來 就把它關火 一關火6分鐘之後 它就變成溫泉蛋 是喔 這麼快 其實不難耶 本來溫泉蛋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我們一般就是因為溫泉 它不是那麼的溫度那麼高 對 在日本的話就是把那個蛋 放到溫泉裡面去 所以它的熟成的時候 不會說完全是像水煮蛋一樣 它會有點軟軟的 半熟的狀態 跟溫泉蛋 那溫泉蛋就是溫泉蛋 再久一點就是溫泉蛋 那這要控制住 那至於溫泉蛋的話 也說外面不是有顏色 對啊 一般就是你現在像滷蛋 滷了之後 裡面還是軟的狀態 把它拿起來 泡到冷的滷汁裡面 去讓它入色 喔 這樣子喔 對 對 這都講幾次 我們也是廚師嗎 對啊 沒有 那只有吃 只有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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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專制賣 我覺得 沒高興能夠賺大錢 就厲害了 就像我們要想那麼多 但是每次節目 上一次就沒了 對啊 那也可以用寬的麵 可以 你喜歡吃什麼樣 對面都沒有味道 那當然 不管你是什麼樣子的麵 在要煮麵的時候 這個水煮的 一定要加鹽巴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 在煮的時候 就已經要先讓麵 它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鹽水的時候 它比較進不去 它不會吃水 另外一個就是 鹽水的時候進去的時候 它會溫泉 我們有時候在煮麵 很討厭就是 你煮了之後 你的麵沒有味道 你會一直試麵條 麵味道 可是你外面的湯 是已經加了 鹽巴已經很重了 可是你還是覺得總的都不鹹 那等到好 你煮好了 你端上桌放了 那時候麵會開始爛掉 對不對 湯汁開始進來 你覺得怎麼那麼鹹 煮麵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你在第一個時間 讓它先入味 入了味之後 你待會兒調味就不用那麼鹹 所以我們其實在家煮麵 不管是不是做你今天這個肉鬆拌麵 都是要先把鹽巴先放下去 對 再煮麵會比較好 鹽巴一定要先放進 然後它會 整個麵會比較潔滾 要咬勁 好 所以你現在學兩道菜 來 學兩道菜 兩道菜 慢慢的我越來越多了 對 把麵就放進來就可以了 可是它麵煮的時間上 是要比較長對不對 這個沒有 這個其實差不多 它再怎麼樣 這個時間再怎麼長 也是比義大利的時間 義大利的時間 義大利的時間 可是它的那個 我看到它的粗心 會稍微粗一點 所以稍微煮久一點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調味的部分 這個地方 我們先放一點香油 然後一點點的醬油 為什麼一點點就好 因為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肉鬆本身已經有鹹度 對 那你如果喜歡沙茶醬 可以放一點沙茶醬 不用多 不用多 因為還是不要搶肉鬆的味道 了解 對 這個在家裡面我常做 而且很方便 尤其是單身 所以難怪你剛剛說 單身的人是 對 然後弄一點鹽巴水進來 所以你就不用再加鹽巴 然後就不用再加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快耶 很快 它們的口感也滿發的 QQ的 它起來有點著急 這也太大一碗了 難多嘛 我們四個人分這樣一碗 對 然後還加一個可蘭也要來分 可蘭他可能一個人要一碗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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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青菜進來 我穿燙一下就好了 穿燙一下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先放 右雙部分身進來 Yeah 這個也是很淺的 這個也是 好香喔 厲害耶 就算在家裡面單身自己弄 每天白菜過這個水 這個鹹水也有味道 對 它也有味道 好 那剛剛我們放的第一個是原味的肉鬆 那我們第二個再來放一個寶寶肉鬆 六分鐘了 好 原味肉鬆再加寶寶肉鬆 對 這樣就不會負擔太大了 對 而且顏色看起來 比較像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也有點賣相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蛋撈出來 Yeah 可是 我好像包裡面 是連蛋殼 這樣那不是連蛋殼 OK 我剛剛可能拿我想說 連蛋殼一起吃 好不好 滿營養的 真的溫泉蛋 有沒有像這樣就是溫泉蛋了 然後你再把蛋放上來 待會吃的時候 把蛋液拌進去一起吃就好 哇 哇 這看起來像弄什麼玉子麵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很簡單耶 很簡單 很簡單 我們來吃一吃我們的肉鬆乾麵 哇 哇 煎我一下光滑 那個味道就覺得好吃 很香 對 你小聲一點了 我這個是Noisy are welcome 這個味道 因為你知道 你肉鬆剛剛加進去 在裡面的時候 感覺像我們吃洗飯 對 吃飯的時候 也是會 不知道 我覺得肉鬆泡完 水有湯汁之後 它吃起來那個口感 它吃起來那個口感 它吃不同的口感 特別香 因為好像有把它的味道散發出來 而且就變成有肉塊的感覺 今天你們因為打成平手 所以製作單位施血 只好送出兩本 太好了 為健康法官的五十七堂課 謝謝潘 這回去一定要看 對 一定要看 你只要隨便翻一頁出來 它都是薄 OK 而且你看 潘博士 是 平常這本書平手的時候 都是高手過的 對 今天就兩個半加加久了 誰就輸 都會這本看完之後 再回來上我們節目 那就不容許再犯錯了 厲害 好 沒問題 好 那今天就謝謝兩位囉 謝謝 那請大家每天繼續準時收看我們 實在有健康 讓你們教您如何進步好健康喔 拜拜 謝謝 對 我們繼續補導的準備 他不是要告訴你 薑的重大經驗功效 而且薑喔 吃一點點薑它就比較不會害死 還有就是你比如說 坐船 坐飛機 坐車子 暈出團 也可以嗎 也會有一點效果 對 而詹姆士還要教你 做出香濃夠味的薑汁燒肉喔 好香的薑味喔 好香喔 幸福的感覺 好想給我來晚飯 真的 真好吃 明天晚上六點到六點半 細心鎖定超市山山頻道 實在有健康 好香喔